夜凡从紫山救出江泰须 得到了多少回报 神王在紫山中不令传法 令夜凡将这份恩情一直铭记于心 尽管夜凡时常想要回报这份恩情 可奈何自身修为实在太低 根本无法助江泰须脱困 直到巫师寝宫中的九密线索现世 夜凡才得以利用此线索 让各大世家圣地强攻紫山救出神王 并且后续夜凡更是接连拿出神拳 真龙不死药神叶等奇物 将命玄一现的江泰须救回 数次救命恩情 也是令江泰须对夜凡更加看重 那么夜凡从紫山救出江泰须后 得到了多少回报呢 一化解夜凡一切恩怨 夜凡自踏足北斗星域以后 因自身奇缘不断 开始逐渐与各大圣地交恶 等到夜凡救出江泰须之际 前者已然身负累累恶行 惨遭诸圣地的通缉和追杀 甚至就连元树世家之人 为了夺得元天书 也开始不断针对夜凡 哪怕此事闹到了神王江泰须面前 各大圣地和元树世家 也不愿放过夜凡 然而江泰须却仅仅只是淡淡的 绝代神王铿枪有力的声音 令在场众人震耳欲聋 与夜凡有过恩怨的势力 迫于神王之威 终究还是未敢再多说一言 不过江泰须也并非仗势欺人之辈 他虽然执意要避护夜凡 但同时江泰须也会给一众圣地 一个满意的答复 最终在江泰须从中斡旋之下 夜凡放出了所有被自己封印的 圣子圣女们 由此化解了自己 与诸多圣地之间的一切恩约 二 助力夜凡突破四级境界 夜凡虽然靠着神王的面子 暂时化解了与诸圣地之间的矛盾 可夜凡毕竟将他们得罪的不轻 未来夜凡与圣子圣女之间 必然会有连天大战 纵然是绝代神王 也难以护他一世 因此江泰须决定帮助夜凡 打破天地诅咒 助他破入四级秘境 可奈何在后黄谷时代 天道规则的变化 已然让圣体成轮 不负往昔之无上风采 黄谷圣体 想要达到四级境界 不仅需要千万经神员重关 而且 晋升之时 天地还会降下先天道徒 破灭圣体 唯有圣人级别强者 为圣体护道 才有突破的可能 为了帮助夜凡突破到四级境界 江泰须不仅号令江家 筹齐千万经神员 他本人更是亲自用神曲 为夜凡护道 虽说后续 先天道徒 斩断了夜凡的生命本源 令他受到了 非常严重的大导之伤 仅仅只有半年时间可活 但值得庆幸的夜凡 最终还是保留实力 顺利积升到了四级境界 三 为夜凡出手救治江婷婷 在江泰须决定帮助夜凡 冲击四级境界之时 后者 也曾委婉地询问神王 能否救治太阴之体 毕竟 夜凡的异媚江婷婷 正是此等强悍体质 太阴之体 虽然拥有体质难以企及的修炼速度 但他 却存在极强的副作用 拥有太阴之体的修饰 太容易夭折 绝大多数都活不过二十岁 不然看着一枚夭折的夜凡 情急之下 也只能将此事告知神王江泰须 当江泰须从夜凡口中得知 江婷婷乃是自己这一脉的后人时 江泰须便果断答应了夜凡的请求 等到江泰须帮助夜凡成功冲击 四级境界成功以后 贤者便将江婷婷从江家带走 此后数月时间里 江泰须利用自己仅存的神王本源 为江婷婷洗礼 令后者的体质有了极大的改善 待到后续夜凡从荒谷境地回归之时 他也是为江婷婷送了九妙不死药 彻底解决了后者身上的妖者隐患 四 通过联姻保护夜凡 江泰须令江家为夜凡收集神员冲冠四级之时 贤者却抱着至爱采云仙子的尸体重游故地 期间 江泰须整整消失了九天时间才回归 神王回归后 虽然并没有任何表示 但江家却有一则惊天消息传出 那便是夜凡将代表江家联姻 而夜凡的联姻对象 正是风家的千金风皇 要知道 荒谷世家风家 虽不是东荒传承最久远的家族 但也差不了多少 风家也算是这片大地上 一个鼎盛无比的古老家族 而风家的风皇 不仅拥有成于落眼之姿 毕与修花之貌 他的才情更是惊艳世人 十三岁之时 便开创出了一种神术 容貌才行兼备的风皇 也是得到了东荒诸多年轻天教的追求 虽说风皇一直没有答应 东荒天教们的追求 可直到江泰须亲自登临风家之时 风皇却在家族的权力支持下 不得不强行联姻 而江泰须之所以会极力促成此事 实际上是因为他体内的本源 早已经遭受重创 时日无多的他 为给夜凡再添一份安全保障 只能通过联姻 让夜凡得到风家的支持和庇护 尽管这场强行联姻让风皇难以接受 但风家家主风金云 却极为看好夜凡 在夜凡突破四级境之时 他甚至还以风家的名义 赠送了三百万金神圆 给夜凡这位未来准孙女婿 可奈何夜凡在突破四级境界之时 被先天道徒斩去了生命本源 最后仅仅只有半年时间可活 再加上风皇自食甚高 一心只想追求地路 因此这双姻缘最终也是不了了之